大家好欢迎来到bb解除三国沙 今天咱们继续聊到装身份的那些事 装身份这个东西其实发展了很长时间了 我最开始接触到装身份 日到装身份这里大概都在两年多以前了 那个时候大家刚玩三国沙 可能大家都比较正统 就是该怎么出又怎么出 也没有那么多想法 我刚开始也是那样 但是呢 发展到现在这个装身份就非常流行 知道人也特别多了 用的人也特别多了 最开始那会儿真是你用一下 基本上就没什么人能看出来了 就屡试不爽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谈的一个影帝位 就是六号位 六号位是绝对的影帝位 六号位的影帝带来七八号 讲不听恩怨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我做视频 做的录像 六号位影帝位也做了太多太多了 今天呢 还想给大家带来一盘 六号位影帝位的录像 但是这盘录像 我看这个录像的时候啊 看到场面上 这个很多人都在说话聊天 嗯 一会儿大家咱们一起看一下 我是觉得 这个安盖这个环境有点太不好啊 这帮助理想反映了很多 嗯 这个玩玩玩玩家的心态的问题 另外的话 这个装身份 就是一再给大家强调啊 你 你懂了 会了 嗯 极少数 呃 极少数情况用出来 就能受到奇效 简短来说就是没计划 嗯 往深的说就很多东西想 嗯 六号位绝对的影帝位 但是 我给大家一定要提醒一句 并不是说你在所有的六号位 你都一定要装身份 你一定要看形形式 你装了能不能带收益 或者说 嗯 场面实不适合你装 嗯 然后咱们就先看录像吧 六号位啊 说不清的故事 六号位带来七八号位 说不清的故事 董卓主攻 六号位终身 嗯 可以选的蛮多的 这里面这五个武将都可以选 没有哪个都可以选 没有不能选的 嗯 怎么说呢 单从武将强度上 可能说曹璋 比差一点 不练尸的话 可能有点 这个位置啊 这个董卓主攻 女将啊 有点 比较像忠诚 然后容易被盲拒 嗯 江雷的话 这个位置也比较像忠诚 其实现在发展到 这个玩到这个程度以后 大家选将的时候 在后置位 也要考虑这个被人盲拒的问题 或者是说 尤其在进卡局嘛 为什么说有一些武将 他身份实际性强 就是因为他没有身份倾向 就这比 寻语和鲁素 这两个武将 这两个武将都是神将 那这两个武将 到底哪个武将胜率高 哪个武将 好一些啊 在我看来 肯定是寻语 因为寻语的嘲讽非常低 嗯 中反属性 非常不明显 不会遭到盲剧 而鲁素的话 是非常非常容易遭到盲剧的 在很多特殊的乳工剧 他非常 非常偏反 这个生存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啊 当然这两个武将都是神将啊 嗯 反正在我 这个自己玩的过程中 还就是我们 呃 看别人 我看别人玩的过程中 这个群语的胜率 肯定要去补速胜率高 所以说大家选拥 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呃 终上所述选诸葛和韩当 可以啊 不练诗其实也还可以 因为毕竟原主位 嗯 嗯 嗯 姜维的画比较偏重 姜维画我的推荐是七八二二七三七未选 曹璋的强度比较偏弱 嗯 然后看他选什么吧 当然曹璋其实强度还可以 只能说他跟其他武将比较弱 嗯 董卓主攻 嗯 当然他们这也不进卡 就一顿刷卡 董卓主攻二张 我只能说你只能是反备啊 啊 是忠臣 我只能送两段逗逼 嗯 其他武将 魏甲曲的话 这个 这个看不到他开没开 群甲曲这个不好说 嗯 法证的话 原主法证 怎么说呢 这个你要不就当内奸 当反贼的话 你就是忽悠忽悠主攻距离 但是主攻也不怕恩怨 反正这个不太好 反正这个老法证就比较弱了 灯爱 灯爱也不可能是忠臣 反正不是反对就是内奸 元术的话可中科法 寻遇可中科法 反正夹就是这么这么看深了 就是二章明法 呃 元术寻遇可中科法 假许法证灯爱 这三个人里有个内奸 这是我上来给大家分析的深的 嗯 就是从正常选择思路来说 这个要是我是主攻有杀啊 从头砍二章啊 想都不用想 嗯 二章和董卓的技能是完全完全充足的 没有任何关系的 元术跳反 元术跳反的话 你连法证 嗯 可以吧 我觉得连寻遇会好一点 直接替牌 没有出杀 那张捡了一堆啊 假许跳中 假许跳中的话在我看来非常相对一件啊 好寻遇也跳中 嗯 那这个直接从属于两个身份就全明了 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而且内奸也非常清楚 这个内奸假许 中神寻遇 嗯 假许一顿搞元术 嗯 寻遇也是去虎 应该会打元术啊 看一看法证 是搞谁 法证的话 可以搞寻遇 也可以搞假许 搞寻遇好一点 寻遇现在没有补牌空间 然后忽悠了一张 给那个元术 杀假许干嘛 假许 杀寻遇啊 没有补牌空间不杀寻遇 还等什么时候杀寻遇 假许有什么好杀的 嗯 主持绕关了 呃一张杀一张南蛮 还有一张杀两张闪 这是肯定要装身份节奏啊 先看看牌吧 这个牌怎么装身份啊 装身份就是 六 这这牌就特别典型啊 六号位 影帝装身份神牌 有几张牌 有这么几张牌 过拆 恶不思蜀 还有就是火宫 是这么几张牌 是神牌 恶不思蜀 就是不给你说话的机会 就跟玩那个狼人游戏 或杀人游戏 之等 直接杀的 你不给你说话的机会 过拆呢 也是装身份神牌 你拆一张无关紧要的牌 就好 然后的话 就是那个什么 火宫 当然火宫的话 现在装身份不太容易信了 一般没人信了 过拆把循运的加一拆掉啊 加一没用啊 第一循运要就加一也没什么大用 第二的话 这个一会儿法证也能活动 拆加一 然后捅一刀 二张给乐住 就是 如果说你要是 这个场上人 大家都比较会玩啊 高端张身份啊 你就不要捅二张 就捅寻遇 然后把二张乐住 你要是说 这个场上大家 你感觉这个水平一般 最简单的装身份 就捅二张 把二张给乐住 这种 这个装身份模式 非常非常常见的装身份模式 这个装身份模式在很久以前啊 大概两年前 就我们就 已经经常用到 那会儿的话 用出来 就没有人 基本没有人能识破 现在的话 可能你要想装 你还得捅一刀 寻遇会好一点 然后大家看 这个二张玻璃心啊 被捅了 直接拖管了 它是觉得 诸葛跳反了 你凭什么乐我 因为诸葛去拆询一加一了 这个邓爱果断中招啊 这个东西 就是你去想啊 他为什么要乐二张呢 怎么不乐别人呢 他如果是反贼 这二张邓爱里 有一个是反贼 明显二张更像反贼啊 当然路人根本不考虑选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二张是个玻璃心啊 把装身份对抗路人玻璃心太好使了 主公杀元术 主公也不敢忙 不敢忙二张 主公要是会玩的话 你像像比如说我我玩啊 比如说我玩诸葛 主公是个经常跟我一起玩会玩的人 比如说神剑或者谁 你扭封什么的 根本就不管元术 直接就把二张九杀做了 一看就是我的装身份 当然这个你不熟悉 或者说不明白这个套路 你肯定看不出来 主公他不敢杀 让他就直接去杀明反 元术了 然后那个二张开始说话 这局说话可是亮点了 那个二张表示四个中还打 我不打 诸葛 邓爱 假许 寻语 不是四个 然后不托管了 看到连组了 开始点连组了 然后邓爱表示 问号 表示你什么意思 他说话可逗了 大家看吧 后面说话 然后二张表示呵呵 屈活 打圆硕 桃子都出去了 这手里全然大点 乐了一下法杖 然后那个 元术说有内装反 然后邓爱说 二张这是搞笑吗 已经很清晰了 邓爱表示 我已经看得很清晰了 然后那个二张说 我是中不给加许牌 桃子自己拿 拿一张杀可以 不是拿无中 然后开出来开一张 开出一张杀 一张闪 给邓爱一张闪 然后那个 法证开始也开始 土桃二张 邓爱表示场上身份 已经很清晰了 然后看他妈 你看到吗 二张死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骂 让二张的话 二张也不出杀了 表示你们玩的太郁闷 这这玻璃心的严重啊 装身份就对付玻璃心 太好使 所以你给加许牌也可以吧 毕竟他是没有看出来 他也看不出来 这个 诸葛在装身份 这个就是装身份 就是让你这个很 就是很轻松的就赢了 那天都空不来 空不及 让他们说 你们都怎么中了 说我怎么中了 不过这牌的话 剧透一下 诸葛最后犯了一个 比较低级的错误 差点导致输了 咱们接着看吧 这帮说一个玩家名 这玩家有千里其人 七八区的玩家 然后你看这帮人啊 就互相在这吐槽 互相说谁谁谁是老餐 这个我是觉得 哎 这个等级 当然这个灯碍等级不是很高啊 其他人等级都比较高了 这个这么玩是不太科学 给自己打无界 你看袁树说了在里 袁树说 二张你知道你为什么傻逼吗 你自己跟自己生什么气 其实这点说的是对的 就是你被坑了 或者怎么样 你自己该怎么打怎么打 对不对 你不能说 因为被坑了就不打错管 这点说是对的 但并不是说像邓爱 法正说的什么 二张什么什么 跳钟什么怎么怎么的的 又不是那样 然后这个邓爱表示 thank you 给他存了个钱 去我 打邓爱 这牌非常典型啊 非常典型的装饰 就这样 你搞着搞着 对面就内讧了 你就躺赢啊 混躺赢啊 也不是混躺赢 就是你搞了对面内讧 就特别轻捧 特别容易就赢了 这个还是 我感觉啊 巡运你就不应该给贾徐补 你就给主攻补 你现在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本来就是主中优势的情况下 你把牌不给主攻 这是最稳的 不要轻易相信巡运 不要轻易相信诸葛 也不要轻易相信贾徐 这个牌怎么关啊 他这个官星 这次官星是有失误的 这样冰凉肯定要拿 拿冰凉 拿顺手 然后给给灯爱一个红桃 当然不不 当然不用这样 但是关不了冰了 后面两张没花 那就不能拿顺手 拿冰凉 拿过拆 拿冰凉拿过拆 过拆把闪电拆了 优势局把闪电拆了 把闪电拆了以后 然后的话 冰一下灯爱 给灯爱关个什么 就是 那个红桃加一也已经顺手 也行 给他关个加一 就可以了 冰住他 然后的话 那个 让那个 把顺手给董卓 就这样 这个 这个他冰 他弄的是有失误的 你看他怎么关的 他当时关的 好像是有问题的 我记得 你看 他弄了个顺手过拆 然后后面两张牌是 一个红桃 一个梅花 他没拿冰凉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你关了一个红桃 你后面那个红桃 关不到了 那你这样也可以 你要是这样的话吧 然后你把酒 好像还关给灯爱了 这个问题很大 直接把自己扛死了 就算你过拆用出去 比如你拆了闪电 那你把巡影扛死了 就关的有问题 那张冰是肯定得拿了 前面装身分是亮点 那这个最后这个关心 这个失误太大了 肯定是拿那张冰啊 把灯爱冰住 不让他动 不让他动 把顺手给董卓 就灯爱就死了 那死了 然后自己和巡影都活着 这个就轻松赢了 这样的话导致 后面还比较危险 然后法证又开始 骂灯爱 法证反而骂完二章 然后又开始骂灯爱 这个假许要开大秒 秒巡影了 这个感觉收了法证 这个大家就是后面我就不说了 大家看吧 反正那个群运运气比较好 主公运气也比较好 就是最后赢了 那个 我说呀 这个就是装身为的提案话 大家看待这种局啊 一定要自己啊 就是 弄清楚怎么回事 知道这个场上是什么情况 你不能陷入别人装身为的圈套中 想明白一点 对不对 也不要互相埋怨 互相责怪 你看现在这个online的路人 这心态太不好了 二章这剥离心 剥离心以后吧 然后这个邓爱法证 一起骂二章 袁树倒没说什么 袁树人最后说了一句 这个实在话 然后这个邓爱子 把证一起骂二章 等邓爱死了吧 把证又开始骂邓爱 二章也不服 又骂法证和邓爱 反正他们仨互相骂 哎呀 不管怎么样 你输赢的话 用不了就是说互相这么骂 而且就是没有骂的没有理由 二章他 他本来啊 他他就是没出牌 他 坑就坑在他玻璃心 他并没有就是说 他还是没有出牌 就被坑进去了 怎么说呢 这里面其实啊 说白了 就是这个邓爱 砍了二章一刀 别的倒没什么 那个乐是诸葛贴的 邓爱对二章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就邓爱砍了二章一刀 还没掉血 对吧 邓爱砍了二章一刀 还没掉血 就是那个乐 总体来说 其实这盘啊 装身份没获得特别大的收益 但是 导致反对一片混乱 都在那乱打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主攻 主攻应该是运气比较好 总不能摸到红沙 直接把那个家具带走 这盘比赛就结束了 总之呢 这个六号位影帝的故事 已经开始了很久 但永远不会结束 会一直继续下去 只要有六号位 就一定有影帝啊 所以呢 大家就是 正确看待有力吧 自己少犯错误 怎么说 就是玩这个游戏啊 自己少犯错误 让别人多犯错误 你就能最大的 概率去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